欢迎来到月亮说,近期顶流明星们又有多部新剧准备开机了 像是肖战接演古装全谋大剧,搭档已确定,剧组实力很强大,而杨子开拍的国色芳华 竟与李仙二搭,以下就是小编整理的12部新剧阵容官宣名单,各种混搭让人眼前一亮 谈剑刺与李兰迪上演其幻剧的天花板,宋威龙搭居静一有望超越长月静明 景田和田锡威也各自有了新搭档,还有霍建华的新剧 而最后一部肖战的新搭档,大家满意吗?一起来看看吧 新剧官宣定决第一队,国色芳华,由杨子与李仙主演 大家还记得那部亲爱的热爱的吗? 而这部新剧国色芳华即将重燃这对经典组合 虽然该剧是一部大女主的经商古装剧,对李线来说还是有点不公平的 这次李线要接这部剧时,粉丝们还都吵翻了 但是该剧的团队非常硬核,不仅由香蜜的资深编剧操刀 还有剧有风的地方导演的精心制作,最终播出效果应该会很不错 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CP感绝对依旧强烈 这部《国色芳华》主要讲述了杨子饰演的商古之女何维芳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合理出户,打造了一个花响容的品牌 还收容了命运坎坷的女性,来助她们学手一安身立命 一起将芳源打造成了繁花女儿国 然而在李线饰演的蒋长阳的建议下 何维芳决心转型实业,创办智游、物药 以及造良的乌庸堂,以求利民的故事 新剧官宣定爵第二队,锦月如歌,由周也,程磊主演 真为周也感到高兴呀 如今的她,已经具备独自抗拒能力了 就看这次能不能带动云之雨里的程磊爆红了 他们两人的组合,不论是从颜值,演技 又或者是该剧角色的古装扮相上 都有着极高的适配度 因此周也和程磊的CP感 也会成为这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的导演是和玉古瑶是同一个哦 这部锦月如歌改编自千山查克的小说《女将性》 这其实是一部爽文哦 主要讲述了外表柔弱、内在彪悍的女将军 与外冷内冷武力值更强的男将军 两人联手斗奸命、助弱者 以及除外邦的高燃故事 新剧官宣定爵第三对 《滤镜》由谭剑刺、李兰迪主演 这是谭剑刺很想很想你之后开拍的奇幻言情剧 而且还是由爆款长相思的星连影视制作的 很多人看好该剧能够成为奇幻剧中的天花板 剧中奇幻元素非常浓厚 《滤镜》这两个字无疑也是影射了现实 而在主角多重身份加持下 所呈现出来的别样爱情 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就是不知道谭剑刺和李兰迪的CP感怎么样了 这部《滤镜》主要讲述了 女主苏诚诚在利用滤镜手镯 变化了诸多身份后 阴差阳错地邂逅了男主 他们都有着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 最终在爱情的感召下 直面自我 收获爱情的同时 也与男主联手应对多次未知的挑战 新剧官宣定决第四对 《不能结婚的男人》 由霍建华 朱朱主演 想不到上了中年的霍建华 还这么敬业拍戏啊 这次《不能结婚的男人》 翻拍自一部高口碑的日剧 也是承载了无数剧迷的期待 但对于翻拍剧本 本身就携带着很大挑战 若能忠实援助 精准捕捉原作的精髓 同时再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也许有望能成为一部新的爆款 到时候 看看霍建华如何跟这位 性感大美人朱朱 擦出强烈的火花 《不能结婚的男人》 主要讲述了工作能力出众 却性格孤僻的男主 虽然他以其英俊的外貌 很受女性欢迎 但他的性格 往往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经历了数次这样的遭遇 男主坚信 恋爱和婚姻毫无必要 决定成为不婚主义 但实际上 他的内心也是非常寂寞的 直到他遇见了独立强势 又很杰出的女医生夏美 然而夏美却对她的若即若离 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自己 已经坠入了爱河中 新剧官宣定爵第五对 七夜雪 由李沁 曾顺兮主演 又一部武侠剧来临 而且这部七夜雪 是和莲花楼同一个导演哦 就看能否再次成功了 不得不说 曾顺兮的武侠剧 几乎每部都好看 尽管每次剧中 最受欢迎的角色 并不是他 但他的表现 大多都受到了好评 而这次 他终于担任了武侠剧的男一 从剧照上来看 他跟李沁在雪地里的 互相作战的画面 也确实很好看 两人同框的画面 让网友直呼太般配了 看上去有着极高的CP感 但这次的剧情 并不是甜甜的哦 而是一部虐恋作品 七夜雪 根据苍越同名小说改编 主要讲述了 关于生命中最深沉的爱恋 最终仍是抵不过时间的故事 一位不羁见客或展白 为有人之子求要 然而结识了 药师谷谷主薛子叶 八年时间 两人在日日相处之中 从彼此各有执念 到默契加深 互相救赎 并约定来年梅树下共饮 但却因各自背负的责任 而难言爱意 最终只留下天人永隔的遗憾 这其实就是一个极致 逼艺美学的爱情故事 新剧官宣定绝第六队 九重子 由孟子义 李云瑞主演 什么时候开始 孟子义和李云瑞 也能担任主角了呢 他们两人的演技 其实小编还是有些担忧的 不过论长相 他们两人之前的古装扮相 绝对过关 而这次被网友堪称 这是一对严霸搭档 毕竟一位是九五后 不少网友看好的古装男神 一位是九五后 小花中的佼佼者 而导演曾庆杰指导过虚言 他还是挺有审美的 预测质感应该不会差 这部《九重子》 改编自《滋滋》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年少师母的斗昭 因为命运坎坷 对人间情爱失望透顶 他斗继母 保家产 必居冷僻田庄以自保 然而在一场大雨之夜 斗昭与宋莫在田庄相逢 他用智慧帮他保下定国公遗孤 两人的命运也因此紧紧缠绕 最终 他们选择成亲以结同盟 再到相知相惜的故事 新剧官宣定《绝地七对》 紫叶龟 由徐凯、田兮威主演 徐凯的剧热度是真的越来越低了 这次搭档田兮威 希望能成为她的幸运女神 田兮威自从清清日常小伙后 演艺资源不断增加 如今和徐凯搭档 你觉得能擦出强烈的火花吗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紫叶龟》是一本原创剧本哦 目前剧本保密 不过小编有内幕消息透露给大家 它是一部充斥着神秘怪异元素的 古装之怪言情剧 主要讲述了男女主角 共同踏上江湖冒险之旅 并遭遇了一连串离奇诡决的江湖传说 新剧官宣定决第八队 带我醒来时 有景田 张新成主演 景田也开拍刑侦剧了 这次他将饰演一个武力直爆表的霸气角色 而男主张新成 则是一个既有小奶狗那样天真的一面 又有闷骚而深邃的复杂心理 具有高挑战性 不过张新成的演技还是挺有保证的 应该能表现出一定的悬念感 而其实这两人的CP感 从他们的颜值 以及人气热度上 都有着非常高的对应度 相信会擦出独特的火花 让大家眼前一亮 带我醒来时 改编自丁莫的作品 《当我有罪》时 主要讲述了 女刑警游敏许追查一个连环杀人案时 偶遇了受伤失忆的犯罪心理学家英逢 两人就这样成为了搭档 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 游敏许凭借多年的经验 和敏锐的洞察力 逐渐接近真相 而殷逢则展现出了出色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 两人联手破解了多起案件 并且彼此心灵也渐渐靠近 最终殷逢找回了失去的记忆 游敏也找到了杀害母亲的真凶 新剧官宣定角第九队 冬至由黄景渝孙谦主演 又是一部刑侦网剧 黄景渝这次又要演制服男神了 这已经是黄景渝帝恩次演警察了 别说他还真的挺适合演这种硬汉角色的 而这次他搭档了九五后小花孙谦 虽然女主热度不高 但外形与演技比起其他九五后小花 还是挺有优势的 这部冬至主要讲述了麻醉科医生陆燕 他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 偶遇了已经死亡多年的好友邓曼 之后身边的怪事也接踵而至 然而在查明真相的过程中 陆燕分手多年的前男友 刑警江成义也被卷入其中 随后被掩藏八年的真相 一步一步就此揭开 新剧官宣定《绝地十对》 《千香》由居静一、宋威龙主演 这部《千香》很可能是继长月静明后 又一部爆款仙侠剧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导演指导的哦 会不会又是一部敦煌风美学呢 这也是居静一和宋威龙记 漂亮书生后再次二答 尽管宋威龙这几年运气很不好 很多剧要么被积压近播 要么热度很低 不过小编预测 这部《千香》到时候 一定会有很高的话题度 就看这两人的演技有没有进步了 这部《千香》改编自十四郎的小说 《千香百妹》 讲述了一场神秘的森罗大法后 新生的一族改变了世间的命运 百年后 青秋的姑女小棒锤 一元巧合进入除凤书院学习 在那里 她不仅获得了友情 还遇到了狡猾而聪明的少年雷修远 此后 雷修远陪伴她不离不弃 在诸多的经历和纠葛后 最终彼此救赎和守护 挫败了邪恶的阴谋 还收获了真爱的故事 新剧官宣定绝地十一对 私藏浪漫 由魏哲明 张家明主演 一部小田剧来了 这部《私藏浪漫》 兼具了一见钟情 久别重逢 先婚后爱 以及职场夫妻等元素 两位主演大家一听 可能有点陌生 其实 男主是有以爱为赢的男二 魏哲明饰演 而女主张家明是知否中的如蓝 这两位其实颜值不差 演技也备受认可 就看开播后 能让大家磕到多少糖了 《私藏浪漫》 改编自小说《办公室引婚》 主要围绕着男女主的恋爱 与成长展开 两个少年时代的同学 因一次偶然机会 进入了同一家公司 通过一次次的相处 也经历了职场上的风风雨雨 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新剧官宣定决第十二队 《藏海传》 由肖战、张静怡主演 肖战终于又接演古装了 目前也已经确定了 女主由九五后 新晋小花张静怡来出演 这部《藏海传》 是一部古装全谋大剧哦 也是优酷S加级 投资规模的重磅剧 而且还是由 《甄嬛传》的导演 郑小龙指导 这样的团队可谓是黄金组合 而更令人期待的是 剧本来自南派三叔的 《盗墓笔记》系列 将衍生出汪藏海的故事 并且由南派三叔 将亲自参与剧本的创作 而肖战此次扮演角色 颇具有趣味 是一个可爱又富有魅力的 反派角色 而且还是个既洁痞又毒蛇 心机深沉 在朝堂上织手遮天 一听这个人设 就已经喜欢上了呢 与肖战以往塑造的角色 截然不同哦 而女主则是风情万种的茶楼老板 总之一定比人敏强 就看他们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这部《藏海传》的背景 设定在明朝红武年间 汪藏海为了报仇 踏上了仕途之路 一路经历了险阻 从无名小族 晋升为内阁首辅 最终实现了 为家族报仇血恨 但也陷入了 另一轮仇恨的漩涡之中 一起期待这场 扣人心弦的古装大戏吧 好啦 小伙伴们 以上十二部 正在筹备着努力拍戏哦 小编最期待国色芳华 和肖战的《藏海传》 你呢 请在评论区写下来哦